WBC Asia迎腰带冠军赛来到台湾 世界排名第一的 全级女子57公斤级台湾豪手林玉婷 拿起冠军腰带比一比 跟冠军奖牌感觉很不一样 腰带比较重 比较重 感觉比较真实有存在过的那种 其实还蛮羡慕他们有这样的机会跟平台的 除了是继2019年后 台湾再度举办国际腰带等级全赛 更是台湾首次WBC等级职业全级腰带赛 不只证明台湾拳击运动获得肯定 更代表台湾拳击手优秀实力得到认可 对国内拳坛别具异议 能建立起这个职业舞台 那让这个像是选手奥运结束以后的选手 甚至没有机会到奥运的选手 能借由职业拳击舞台 有更好的未来的发展 WBC Asia迎腰带冠军赛 将由2019年OPBF超语量级青年拳王 帝王英宏家庆 对上台湾首位WBO职业选手 拳匠立育哲 两人先前曾在全运会中相遇 当时由立育哲4比1获胜 这一次两人要在职业舞台上再度较量 希望把我的技术风格展现给观众他们看 然后最主要当然是想要以一个KO的方式 方式来结束这个比赛这样子 职业比赛你就是必须要看KO 我觉得KO这是很 应该说很正确的想法 我也是抱着这个想法去面对这场比赛 两人目前分别排名WBC亚洲区认证第11名和第14名 只要获胜就会直接上升排名至亚洲前五 也就代表接下来将有机会挑战WBC世界冠军 1月8号国内最高规格职业全赛即将引爆 两枪对决不要错过 人间卫视 这边陈云轩 台北采访报道